我们是吐槽星人 由于星际法的限制 我们不能直接干涉其他星球 所以我们调中了你 近一千年来 经过我们这几段人的不懈努力 又实现了吐槽能量的巨蜻化 当代猫不启时 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进入饱和状态了 赶紧在脑海中构想所要使用的武器 能量就会巨蜻化为最接近的状态 释放完能量后 代猫便会疲软下来 经过十秒的冷却时间后 就可以开始下一轮的收集 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让我们看看 你提现出了什么武器 眼底妹啊 来自地球的少年呢 勇往直前 去拯救你的母心吧 不必惊讶 因为一个月没有出场了 所以我去换了套衣服而已 并不是做着故意要放杀必死 照背什么的也完全没有放到 我还什么都没问呢 说到底我拿包眼怎么去整个地球啊 拿眼往那龙的痔疮上撒吗 而且话说巨蜻化时心里想的可是把剑 因为你脑海里对剑的在线程度不够 信息不足 所以就会巨蜻化出最接近的东西 哪里接近了 只有月幕接近好不好 喂 摄像机到底在哪里啊 你的注意力需要集中 这样才能提高在线度 对物体的印象越清晰就越能贴近巨蜻化 其实我也去换了套衣服 这就是换衣服啊 连演员都换了好吗 放心吧 吐槽能量会随着实际使用而越来越熟练的 而且我们也会在暗中帮助你 那么现在就把你传送回地球吧 你打算怎么传送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吗 不是 是潜下潜拳 这不是传送是生龙拳吧 这个是金拳 这个是中架 这货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真的要用生龙拳传送呢 对啊 生龙拳最好能传送啦 不是传送到地球 而是传送到地狱去吧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刚刚不就是这么把影从龙拳下救出来的吗 真的假的 完全没有印象 话说能不能不要困难的做这些大疼的动作 已经不是同一个游戏了 我只是在试试按键而已 不小心搓成什么必杀了吧 那种意义上的确是必杀 终于是完了 好累啊 满身大汗 大汗淋淋淋了都 说个手柄没什么累吧 好 开始传送 这么快 等一下 我还没有准 哎呦 哎呦 呦 我 呦 我 呦 你 哎 你看看来生的好人和好事 再来生的好人和好事 什么 难道是走马灯 哇 真的传送回来了耶 好神奇啊 个屁啊 什么园里啊 鬼猫这猫眼还在啊 好疼啊 看来是准确抵达了呢 和你一起的那个人呢 还没来吗 其实刚刚我在传送他的时候 不小心磋成了杀意波动拳 结果把他打成了重伤 他就休息去了 磋成超臂杀 你是真要多不小心啊 真的是不小心啊 你也才不会因为别人说他长得比我好看就故意撑破证数呢 自己都说出来了 你还就是故意的吧 又呗起了 这次积攒的量比上次的多很多呢 代码的容量 是会随着你使用的次数增长的哦 再来是一次 专心知智的想象 心中要有清晰的印象 就能具现化成功 这把箭矢 这把箭矢 我 你别哄个屁啊 你还谁啊 我乃小江湖之灵狐冲 少年毫毕丽 你够了 别再脸红了 我磨心啊 这玩意还得具体化出人呢 想象武器就好了 不要连持剑者也一起想象了 那么接下来 你压来眼吹的 为什么又摔我 我这是在引巨齿龙兽过来 烤鱼可是巨齿龙 又最喜欢吃的东西 这香味会把它引过来的 口水流出来了 是你自己爱吃吗 要把它从城市中引出来 要不然 否则话时很麻烦又算不够 会伤及很多无辜的生命的 你怎么自己吃起来了 你边吃来边说出了不能说出的话呀 来了 太快了吧 我来摆平他 倒是蛮靠得住的嘛 那是当然 能具鲜化出人类 那实力应该不俗 虚蛆小龙 合足挂血 快点 快点